为了强化推动防灾教育 BinX加密货币交易所 特别吸手爱花莲基金会 定制230个防灾宣导示范包 日前捐赠给了花莲县教育处 还有消防局 希望可以分发到各个学校还有分队 培养出民众正确的防灾观念 小小一个防灾避难包 但里头什么东西都饮有尽有 除了材质不易磨损之外 还有包括手电筒 保暖毯 口哨 检疫急救用品等等 都是在灾害发生时 能有效保护自身的超强力气 为了强化推动防灾教育 BinX加密货币交易所 特别吸手爱花莲基金会 定制了230个防灾宣导示范包 要捐赠给花莲县教育处和消防局 那目前防灾包的部分呢 我们全线125所的国中校 那目前有87所的学校 那总共有设置防灾包呢是821个 那这一次的一个防灾包呢 我们也会全部的配置到各个学校 让学校的一个防灾的一个设施设备更加的充足 那之后再搭配我们的一个年度的一个防灾的一个年度计划跟活动呢 让整个的一个学校的一个校园安全呢 更加的完成跟提升 那我们真的希望防灾观念 十字刻刻都要准备好 避免天灾的发生之后 那措手不及 那再次还是要提醒所有好朋友们 也要感谢非常多的单位协助 才能够完成这一次的捐赠 首批定制230个示范包 教育处将分配200个 消防队30个 两局处将统筹安排这些防灾避难教学示范包的分发工作 尽快透过教育和训练 培养花莲宪明的防灾文化 才能更好的准备和应应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